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是西雅图金融学会 今天的供奉圣会 参加这个宫北殿的 三十四年法会 这个西雅图金融学会成立于1997年 至今已经将近21年 那西雅图金融学会呢 是 误导法师 第一个剃度的学生 庄星法师 在西雅图剃度 所以西雅图金融学会 是庄自备的主题 这个因缘 所以误导法师 他就是我们西雅图金融学会 第一任的会长 我们西雅图金融学会 成立至今 是依据的 近控老法师的理念 成立的这个金融学会 平时我们只做 宋利念佛 然后呢 这个奖金说法 虽然没有法师呢 但是呢 这个一二十年来呢 都是我呢 战战兢兢的 为道场 为大众的 这个服务 所以说这个一二十年来呢 如果说道师 时间许可的话呢 我们尽量的 能够延请他到美国来 这个寻回 做个这个 这个法会 或者说是 佛学讲座 那音缘如果不许可的话呢 那只有我们自己啊 历经图治啊 自己这个修行呢 根据这个老法师的这个理念 以念佛为主 以信愿行 求生希望极乐事件 作为我们 金融学会的这个宗旨 我学佛的缘起呢 是我母亲 后来我母亲说 我带你认识一个 大德高僧 他说金工法师啊 他说他是 他最崇敬的一个法师 那因此呢 我就去了景美图书馆 那是我第一次 可以说是在 88年呢 我就接触了景美图书馆 后来我95年移民到美国呢 在音缘计会之下呢 成立了金融学会 西雅图金融学会成立啊 如果说面误道师的 这个鼎翼的这个 相助的话呢 也不可能成立 这个西雅图金融学会 那创办之后呢 因为他人在台湾 我们也在美国的话 说实在的 无论是人力资源方面呢 都不急啊 所以那种情况之下呢 道师呢 特别从 在台湾打电话 打了很多电话 希望我能够 担负起 西雅图金融学会 整个道物的 这个业务的这个责任 那我考虑了很久之后呢 我觉得 这个道师 是我一向非常崇敬的 因为大德 然后呢 有的 这个接触 进入法门之后呢 一心呢 念佛求人 西方基础事件 而且呢 我们到达还有几位同修呢 书运功夫非常好 年纪都八九十岁了 而且这个法门也适合 那些年纪大的 为什么 一句佛号 只要信愿 这个深切的话呢 念佛就能往生 西方基础事件 所以大家都 就这法门 非常有信心 那对于老和尚呢 现在已经九十几岁高龄了 还能封城普普 到处 这个这个 红法立身呢 那是我们 真的是战胆不已 那我们希望呢 这未来的 这个这个几年的师父呢 能够啊 这个法体康泰 然后呢 继续领导我们 希望他能够 这长久住世 那当然 这是我们的期望 但是我们 由衷的 发自内心的 希望无论是 健康保持也好 悟道保持也好 他们都能够 这个法体康泰 永远地领导我们 走向西方 抗壮大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